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三大指数当中跌幅最大 美国劳工部上周五发布的非农就业报告疲软 市场对美国经济可能不如衰退的担忧增加 加上中东紧张局势升温 以及日元套利交易平仓潮涌现 拖累美股三大指数周一跟随亚太股市全线走肉 道琼斯工业指数裂口低开681点后 跌幅随即扩大 最多下跌1237点 低贱38499点 虽然7月ISM非制造业数据公布后 大盘跌幅略有收窄 但随后又在走弱 并一直在地位徘徊 中厂收报38703点 全天下跌1033点 跌幅2.6% 标普500指数也一度重挫 超过4.2% 中厂收报5186点 下跌160点 跌幅3% 接近9成8的成分股下滑 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 更下跌3.43% 中厂收报16200点 下跌576点 俗称恐慌指数的VIX波动指数 一度大涨超过1.8倍 全天则上升64.9% 大型科技股和金融股估压显著 科企七雄开盘时的市值 一度蒸发超过1万亿美元 苹果公司遭到股神巴菲特投资旗舰 博克希尔哈萨为减持 盘中一度下跌超过一成 随后跌幅收窄 全天收跌4.8% 200美元整数关口 时而复得 芯片股同样是重灾区 英伟达的新款 人工智能芯片 拒报要压后推出 股价大跌一成半后 中厂跌幅收窄至6.4% 英特尔则下跌6.3% 是表现最差的倒置成分股 在美股大跌早段 有部分散户交易平台 一度出现系统故障 欧洲股市周一同样承接 亚太区股市弱势 反欧斯托克600指数 下限接近2.2% 跌至超过8年新低 当中英国 意大利和西班牙股市 都收跌超过2% 法国股市也下跌超过1.4% 当中油气和公用股 跌幅最为显著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反观日本股市在周一 则是经历了1987年以来的 最大单日抛售之后 周二已经是显著反弹 日经指数高开高走 大升超过了3000点 而升幅超过了10% 重新站上34000点整数关口 而午后仍然维持超过一成的涨幅 最新是在34700点的附近徘徊 期间 东正指数还有日经指数期货 都触发熔断 而要暂停交易 亚太区其他的市场也普遍向好 日经指数高开618点之后 最多上升3453点 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 最大单日点数的涨幅 那虽然之后涨幅是略有收窄 但是午后仍然上升超过一成 韩股市开盘大涨接近800点之后 涨幅有所收窄 但是加权指数仍然站稳在 2万点上方 升幅大约是3%左右 而韩国股市则升超过4% 面对日本股市连日的波动 包括首相岸田文雄在内 还有这个内阁官房长官 林芳正等主要官员 都拒绝对于股市的波动 来做出评论 只说重要的是 政府冷静地进行判断 财务大臣林木俊一就表示 政府会继续地监测 和分析金融市场的动向 同时会与日本央行 在内的有关部门密切合作 日本央行 财务省和金融厅 将会在当地的时间 下午3点要召开会议 讨论国际金融市场 另外 内地互升股市 跟外围相好 但互值债涨幅有所收债 盘中更是曾经小幅下跌 而创业本址的表现强势 半日上涨超过1% 互值中午暴在2861点 上升1点 半日成交1825亿人民币 深圳值中午暴在8437点 上升42点 升幅0.5% 半日成交2303亿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升指数高开162点之后 最多上升210点 但是随后曾经短暂的倒跌 恒值中午暴在16775点 上升77点 升幅0.46% 半日成交489亿港元 今天投资人心情七上八下 因为这中一的亚太股市 经历了这惊魂暴跌之后 今天早段大幅反弹 原因到底为何 接下来市场还会如此波动吗 那么最近的相关消息 马上连线记者陈其曼 以及香港博大资本国际总裁 股评人温天娜先生 来点评分析 其曼你好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二位了 好的 杨泽详 确实这一次的亚洲股票市场的 这样的一个波动 无疑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所以我们也是马上邀请到了 资深分析师温天娜先生 来和我们一起做一下分析的 温先生你好 你好 首先想请问 昨天各个股票市场跌得这么急 但今天又升得这么快 有什么原因呢 昨天港股 我也是外围股市 特别是日股 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波动 当然是跟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风险 避险资金的出现 跟汇率利率市场的一个 大幅震动是有点外联性的 那么我们也看到一点 就是说日元几涨的话 导致日本的经济 未来的前景 也是导致一个比较大的问号 所以投资是出现比较恐慌性的抛售 同一时间我们看到投资者有一个转窗的行为 另外一个是跟日元那个所谓猜借有关系的 因为日元低的时候 很多时候投资者也是借了日元 所以高的时候要是要还吧 所以这也是导致的投资者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震荡 但是呢 我们看到日元跟美元之间 特别是美元今天也是转强吧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 市场对当地的一些所谓经济的恐慌方面来讲 也是有所舒缓 另外一个我们要看到美国的经济数据并不是说预期中这么差 所以投资者重新回归到基本面 所以看到日股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回升吧 另外整体市场来讲 也是有一个 我觉得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格局 但是这种利率汇率走势 我觉得在未来市场来讲 也是会持续出现的 究竟是美国的经济走势 美国的利率汇率究竟怎么走 这个也是对环球资本市场有一定的影响的 明白所以是看来投资者的避险的情绪有一些舒缓了 那么接下来您预期我们港股香港的股市 它的走势会是怎么样呢 尤其是我们的投资者有什么需要规避的风险呢 港股的这个表现在这两天其实相对平稳吧 当然是也是受到刚才我们提过的一些利率汇率的形势所影响 但是我们看到人民币汇率相对较强 同一时间我们看到有很多支持经济发展的国策 特别是消费领域的一个政策出台 这个也是对投资者来讲 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正面的一个支持作用吧 当然是吧 从现在来看这个8月份 也是中期业绩这个公布的一个密集期 投资者会比较关注基本面的一个变化 刚才我们提过的一些利率汇率市场 也是会持续对港股影响 但是我觉得已经是有所消化吧 所以基本面业绩是否好 另外一方面来讲 国策上来讲支持哪些领域的板块 我觉得也是需要留一个举个例子 例如说是消费板块 科技板块这些也是比较受到投资者的一个关注 另外一个利率下调的时候 对一些高杆杆的一些板块 包括一些借贷比较高的板块来讲 也是有利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们看到资金的转移 投资者的一个筛选性跟一个选择性的表现 我觉得在8月份来讲会比较体现出来的 明白谢谢温先生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投资者就可以 像温先生所说 可以留意一下我们有哪些国策 所支持的方向和板块了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现在下半时间交还给杨泽和响宜 好再次期的两位 接下来关注是环球金融市场爆发小股灾 美元的汇价在周一呈现偏软 而日元的汇价周二则有所回落 现在翻刀是反映着美元对一篮子货币表现的 是美汇指数 在美股开盘的时候已经失守103水平 而随后跌幅进一步的扩大 一度下跌超过1% 低见102.16 也创下1月12号以来最低 日元汇价周一曾经上升3.3% 之后在周二也脱离年内高位 回软超过了1% 也跌到贴近146水平 周一美股的大幅抛售当中 科技股 芯片股跌幅剧前 而选择在同一天上市的 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Hairport首席执行官 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人工智能板块回调不可避免 但是投资者需要回归基本面 AI长期仍然将会成为增长方向 周一 美股遭遇黑色星期一 尤其是倚重科技股的纳指 跌幅大3.4% 美股戏剧头市值蒸发 超6500亿美元 其中 AI热潮下投资者追捧的 英伟达周一收跌6.4% 较年内高位抹去近30% 作为亚洲第一家 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商业AI公司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Hairport CEO认为 AI股回调不可避免 投资者需回归盈利基本面 您是怎么去评估当前的 特别是AI股的一个估值 还有投资者比较趋于谨慎的 避险的心态呢 人工智能的技术 大部分的很多的企业 其实都还在烧钱阶段 真正有成熟的产品和业务模式 其实不是很多 导致呢 结果其实大家也不一定能够 在这个投资方面 很愿意往里头投 所以您觉得其实是有一些泡沫的 是有 对 但是从中演期来说 我们认为人工智能 肯定是一个方向 富豪卫视 陈飞飞 张兆宇 纽约报道 这次美股遭遇黑色新奇 华尔街就担忧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 有经济学家也呼吁联储紧急降息 但有观点认为当前的经济基本面并不足以支持联储紧急降息 周一道指跌超千点标普跌 3% 创2022年9月以来的最糟糕单日跌幅 沃顿商学院教授西格尔周一在接受CNBC采访时 呼吁美联储紧急降息75个基点 并在9月再度降息75个基点 他认为当前合适的利率区间为3.5%到4%之间 但芝加哥地区联储行长在周一下午的采访中表示 美联储需要监测的是经济基本面 股市稳定并不是美联储的目标 如果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状况出现全面疲弱 美联储则将采取行动修复 美联储在极端情况下会召开紧急会议 最近一次是在2020年3月15日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美联储启动了紧急降息以稳定市场 上周五美国非农就业报告意外预冷 失业率攀升至近三年来最高水平 触发了被视为经济衰退指标之一的萨姆规则 引发了市场担忧 摩哥大通经济学家费洛里此前预计 美联储在9月降息50个基点 不排除9月前紧急降息的可能性 但他认为时机并不是现在 联储需要看到信贷市场或金融系统崩盘的风险 而周一股市仍属于有序下跌 凤凰卫视陈飞飞张兆雨纽约报道 美股周一开盘重挫 前总统特朗普发文 将美股三大股指的严重损失 形容为哈里斯崩盘 并且坚称他才不会造成这样的影响 而另外有共和党人表示 特朗普被哈里斯的强势表现 打了个措手不及 美股周一开盘重挫 前总特朗普将美股三大股指的严重损失 形容为哈里斯崩盘 特朗普表示股市崩盘就业数据糟糕 美国正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并指美国拥有时尚最无能的两位领导人 市场大幅下跌是必然的 而国会三报原理与特朗普有联系的 共和党参议员的说法声 特朗普被哈里斯的强势表现 打个措手不及 特朗普及其团队并未准备好 在拜登宣布退选后 整个民主党迅速团结在哈里斯身后的局面 对于哈里斯的势头激增反应迟缓 一些共和党的参议员认为 特朗普应该遇见民主党阵营坏人 并在几周前就制定出应对的策略 另有议员表示 特朗普似乎认为 他多年来针对拜登所制定的政治攻击点 可以有效地转移到拜登的副总统身上 但到目前为止 哈里斯的政治形象已经能够抵御这一攻击 报道提到共和党人认为 特朗普选择俄亥俄州参议员杰蒂万斯 作为他竞选搭档 显示出特朗普并未预料到拜登会退出竞选 他们正担心万斯对于限制堕胎的激进言论 以及他声称没有孩子猫女的言论 正好符合哈里斯强调的主题 让民主党炒热了堕胎议题 方豪卫视 杨品军 李战青 我相信报道 欢迎回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今日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 保护传承利用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 他指出 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 和巴丹麒麟沙漠沙山湖泊群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 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对于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具有积极意义 习近平强调要以这一次的升移成功为契机 进一步的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 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威胁报复 以色列刺杀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 军事行动如见在嫌 而伊朗当局5号发出航行通告 建议途经其部分领空的飞机改道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 与以色列防长和军方首长举行会谈 协调应对 约旦国王与美国总统也通电话 讨论缓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努力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5日视察以色列空军指挥中心 会见空军司令巴尔及其他军方官员时表示 敌人正在谨慎考虑其行动 而以色列必须为所有可能性做好准备 包括迅速转向进攻 加兰特当天在特拉维夫 与到访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举行会谈 协调防御应对伊朗的袭击 与会的还有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莱维 中东局势恶化 航空交通受到影响 伊朗5日发出航行通告 警告途经其领空中部 西部和西北部可能有风险 建议改变航道 飞越伊拉克空域的飞机有所增加 约旦也要求所有降落其国内机场的航机 准备45分钟的后备燃料 有消息直到当地7日凌晨 国际社会加紧斡旋 约旦国王阿普杜拉二世 无知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阿普杜拉二世表示 需要避免局势继续升级 防止陷入地区战争 立即实现加沙地带永久停火 是防止进一步战争的第一步 阿普杜拉二世还批评了以色列定居者 对巴勒斯坦人的敌对行动 以及以方试图改变耶路撒冷现状的单边措施 埃及总统塞西会见来访的土耳其外长费丹时表示 中东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和危险的关头 需要保持高度克制 发出理性的声音 双方并谴责以色列史局势升级的政策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 5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国安团队举行会晤 商讨如何应对伊朗即将对以色列展开的报复行动 此前一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致电了七国集团和中东地区领导人 呼吁各方避免让中东局势升级 拜登与哈里斯5号在白宫战情室 召集国安会成员闭门商讨 伊朗可能对以色列发动了袭击 以报复哈马斯最高政治领袖哈尼亚 在德黑兰遇刺事件 虽然美国国务院并未证实具体时间 但表示美方认为冲突仍然可以避免 不过从美国五角大楼到美国国务院 都开始为可能的冲突进行准备 这包括美国鼓励在黎巴嫩的美国公民 尽快撤离 彭博社五号报道称 七国集团成员国已经与伊朗进行了接触 希望伊朗把报复行动力度降到最低 避免触发地区战争 而伊朗方面回应表示 伊朗并不想要加剧紧张局势 但伊朗有权在国际法框架下惩罚以色列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益 华盛顿报道 而目前也正值伊朗誓言将向以色列复仇 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当中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 邵伊古五号就率领高级代表团 突访伊朗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 举行会谈 当天大海与总统佩泽西西洋会面 讨论了当前的地区局势 据伊朗官方一通社5号报道 上一股当天迪达德黑兰 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埃哈梅蒂安 就双密关系和国际问题举行会谈 随后 上一股还拜会了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洋 佩泽西西洋表示 俄罗斯是伊朗的战略伙伴 扩大与俄罗斯的关系 是伊朗政府的首要外交政策 优先选项 他说 在伊朗面临挑战的时期 俄罗斯一直是伊朗坚定的盟友 两国有必要加快执行 两国达成的伙伴协议 邵义谷也强烈谴责 暗杀哈尼亚的行为 认为暗杀事件的幕后黑手 试图破坏地区和平的希望 并将美国拖入与伊朗的对抗 邵义谷再次祝贺佩泽西西洋 当选伊朗总统 并强调 伊朗是俄罗斯在地区的重要战略盟友 俄罗斯和伊朗将加强在地区的合作 共同努力建立多级世界 确保地区安全 邵义谷当天还会见了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利 巴盖利表示 双方决心进一步扩大双边关系 政府的更迭不会影响伊朗和俄罗斯的关系发展 伊朗欢迎与俄罗斯 中国之间的三方合作 而邵义谷也表示 俄罗斯渴望加强与伊朗在地区问题上的全面合作 凤凰卫视李约正卡木森 德荷兰报道 在哈马斯林岛人哈尼亚以及真主党军事指挥官 舒库尔相继被杀以后 伊朗和真主党公开表示 将会对以色列实施严厉的报复性打击 以色列的境内现在境况到底如何 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鉴于安全形势 以色列后方指挥部在哈尼亚遇刺后发布 关于集会教育活动等相关的指导方针 自8月1日18时起 至8月8日18时执行 内容列如绿色安全区域户外集会人数上限为1000人 黄色对质前线的户外集会人数上限为30人 教育工作的活动场地都必须在 有可以迅速抵达的安全设施附近 当前局势令人质协议愈发难以达成 有人质家属对此表示不满 52天后 但从那时我们没有听到他睡觉 我们不知道现在的情况 我们必须要杀害阿尼亚和其他人 但这不是现在的时间 因为现在的时间是帮我们回到 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的死亡 让巴勒斯坦地区众多的清真寺呼吁民众去反抗以色列 可以预见以色列民间的恶行事件将会逐步攀升 而人质家属所期待的人质协议却迟迟没能有进展 以色列政府一再强调不会放弃瓦解和消灭哈马斯 方卫士胡椒与史痕特拉维夫报道 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5号发布消息称 近日离以边境冲突持续升级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空袭事件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当前黎巴嫩的安全形势严峻复杂 另一方面美国 英国 法国等国也已经相继的发布通知 也敦促在黎巴嫩的本国公民立即撤离 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黎巴嫩使馆 也提醒中国公民密切的关注当地的局势发展 近期谨慎的前往黎巴嫩 也提醒再离中国公民和机构保持高度警惕 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的准备 如果说遇到了紧急情况的话 请及时报警 并且与中国驻黎巴嫩使馆联系 并且寻求协助 有鉴于当前特殊的情况 如中国公民在谨慎前往提醒发布后 仍然坚持前往 就有可能面临较高的安全风险 并且可能会影响获得协助的时效 接下来看到搜寻引擎谷歌 被美国联邦法官裁定违反反垄断法 美国司法部就指控谷歌在过去几十年 向苹果三星电子以及其他的公司 支付数以百亿美元来计算的费用 那也让谷歌的搜寻引擎 取得智能手机和网络浏览器的首要地位 这次裁决也将为之后的审理的聆讯来铺路 谷歌日后或需要分拆公司 或者是被要求停止向智能手机制造商支付费用 设置谷歌为手机的默认搜寻引擎 这一次也是美国司法部在二十多年来 首次在反垄断的案件当中获胜 而部长加兰在裁决后发表声明 形容这一次美国人民的历史性胜利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短视频分享平台 TikTok和母公司字节跳动 促请美国的上诉法院 驳回美国司法部为法律辩护而秘密提交的部分文件 另外TikTok也同意应欧盟委员会的要求 取消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奖赏计划 美国司法部早前就寻求分拆短视频 分享平台TikTok的案件 秘密成交超过15%的辩护状和30%的证据 TikTok和母公司字节跳动 周一要求上诉法院驳回美国司法部的申请 指如果他们无法查看政府的证据 就无法反驳事实论点 也无法向法院解释政府的证据有何不足 TikTok指出如果法院不同意驳回证据 就应该任命一名地区法院法官作为特别法官 对机密内容和政府声称的保密需求进行评估 美国司法部早前还向法院提交一份机密文件 详细说明有关字节跳动 对TikTok所有权的其他安全顾虑 以及联邦调查局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司法部国家安全局的声明 TikTok同样希望法院驳回这份秘密文件 另外TikTok因应欧盟委员会施压 同意永久取消在法国和西班牙推出的 TikTok Lite内一项奖赏计划 根据奖赏计划当地18岁或以上用户 通过订阅短片创作人作品 点赞内容和邀请朋友使用TikTok等 可以获得奖赏点数 兑换亚马逊购物券或PayPal礼品卡 欧盟委员会担心 这项奖赏计划会导致用户成瘾 4月时根据数码服务法展开调查 TikTok承诺取消奖赏计划 但没有承认触犯数码服务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 2号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 阐释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时表示 欢迎美国游客来一趟说走就走的中国行 谢峰在专访当中说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最近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 还对包括美国在内的54个国家人员 实行72小时或144小时过境免签 中方欢迎美国各界人士 赴华交流学习 工作生活 已经出台了多项的便利措施 谢峰表示 三中全会决定专门提到 将完善境外人员入境居住 医疗 支付等生活便利制度 而下一步 中方将会继续的优化人员往来便利措施 让外国朋友在中国旅行更方便 更舒心 欢迎美国游客来趟说走就走的中国行 遇见一个不一样的精彩中国 有一个最新画面 因为四川省康定市的箍杂症 突发山洪泥石流 截至5号的下午2点已经造成10个人遇难 还有17人失联 另外一方面有超过900人已经被转移安置 那么最新的相关消息 马上连线人就在四川康定箍杂 山洪泥石流应对处置指挥部现场的 本台特派记者吉红英火 吉红你好 你好两位 请帮我们赶紧介绍一下 现在灾区的交通恢复的怎么样了 而灾民的安置情况又如何呢 好的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这次国道318的箍杂寿灾断的路上 其实在5号的晚上8点过的时候 我们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了 跟十几个小时之前相比 这里的路面状况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 那在十几个小时之前我们来的时候呢 这里路面上有很多碎石子 还有这种泥泥的现象存在 这个路是非常不好走的 包括这种履带车辆 特种车辆在行进的时候 那个噪音非常大 不过目前这些车辆已经暂时的撤出了 留在现场的更多的是这种特种的作员人员 比如说应急的这种团队 包括了森林消防以及消防团队等等 那还有这些车辆呢 昨天晚上他们更重要的作用就是 轻运这些砂石 包括这种搬运这种大型的碎石 那目前这个路面上我们看到非常的平整 它是这种水泥堆砌之后呢 面上铺了一层这样的塑料的薄膜 那我们跟现场的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 这个薄膜的作用是防止这个水分的流逝 在下一步呢 这个在沥青运到了之后 将会把这沥青铺到这上面 那进一步的硬化这个道路 也就为之后的社会车辆通行提供了方便 那除了这个现场这个抢修的现场之外呢 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安置点的情况呢 我们在走访安置点的时候发现在这个离 最近的这个安置点是叫做狼谷村的这个安置点呢 它是一共是四个安置点中 它是最大的一个安置了165个人 这165人里面全部来自于这个日地村 那么我们也向他们了解一下 他们目前的这个物资的这种情况 也是比较充分的 餐食饮水保障了 还有这种牙膏牙刷的保障 还包括这种棉被的保障 那目前他们生活 目前看来还是还好 不过也有村民告诉我们 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早点能回到自己家 或者去搬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这就是这一时段 我们在现场能够掌握到的最新的情况 实际上交换给香港的二位 好 再次谢季鸿海 我们前线团队 接下来要关注到是台湾方面的消息 距离2026的地方选举 还有两年的时间 不过蓝绿白各党的角力 已经浮上台面 新北市长侯友宜 在5号的晚间设宴邀请 新北市立委交流 蓝绿白可能挑战下一届 新北市长的热门人选 全部都来 而表面上是市政府坐东腰宴 但是现场充满不少的政治意涵 新北市长侯友宜趁着立法院修会 5号晚间宴请新北立委 蓝绿白阵营的立委都到场 没有言辞交锋 难得一片和谐 侯友宜以市政交流为名 宴请立委 但参序上下届新北市长 蓝绿白阵营的热门人选都不缺席 选战提前奖励 也让这场参会充满浓浓的政治味 刚刚这一个多小时的一个餐序 有聊到轨道建设 有聊到地方治理 有聊到区域的发展 但是都没有聊到选举 在整个市政的推动上 本来就应该不分党派 那以市民所关心的事情 为最重要的一个指导的原则 所以我今天也很感谢 侯友宜市长的邀请 今天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吃饭的气氛应该是非常融洽 如果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更多大家一起来对新北的建设 做共同讨论 我想我们都是乐见的 今天在这里没有党派之分 今天在这里所有的立委都是新北队 有意竞逐新北市长的潜在人选 全部到齐 不分党派一致避谈选举 而晚宴上民进党立委张宏璐被半导 和友宜急忙上前搀扶 引起一阵惊呼 也成了交流会上的意外插曲 风凰卫视 彭世廷 柯志强 台北报道 在香港国家安全展览厅正式开幕 星期三开始对外开放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希望社会各界透过参观展览厅 来加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 维护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 面对顺势万变的国际局势 地区冲突频繁 外部势力唯独打压 我们必须增强悠患意识 极限行政维 维护国家安全是特殊政府的决认 也是包括香港居民在内的 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 透过安排参观国家安全节兰厅 更好的推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加强市民 拒绝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和承担 历经了游乱倒置 今天的香港特区 正在游至极星的光明大道上 永逸前行 越是这个时候 越不能淡忘国家安全 国安展厅的落成开放 必将进一步汇聚 国安加好的共识 进一步厚执 维护国家安全的土壤 进一步凝聚广大市民 共创美好生活的力量 李家超去年施政报告 提出设置的国家安全展览厅 位于香港尖沙嘴历史博物馆二楼 面积超过1100平方米 免费向市民还有游客开放 经过十个月的筹备 今天正式开幕 而目的是为了提高市民 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 在社区推广国家安全教育 欢迎回来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当地时间5号 正式成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美国民主党全国大会代表 为期五天的线上投票 于周一的晚上结束 哈里斯获得是99%的票数 正式获得提名 将代表民主党竞选美国总统 对战共和党的候选人特朗普 而哈里斯也成为美国首位 有色人种女性总统候选人 另外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预计将会在6号宣布 她的竞选搭档 路透社的报道称 目前候选人的范围 已经缩小到宾州州长夏皮罗 和明尼苏大州州长沃尔兹两人 美国媒体5号报道称 哈里斯预计将于6号早些时候 在费城举行造势集会前 正式宣布自己的竞选搭档 路透社的最新消息指出 哈里斯已经把候选范围 缩小到了夏皮罗和沃尔兹两人 民主党消息人士称 哈里斯选择谁作为竞选搭档 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将是谁最有利于帮助哈里斯 赢得大选 分析人士指出 宾州州长夏皮罗来自关键摇摆州 并且是哈里斯必须拿下的州 这增加了夏皮罗的胜算 但是他对以色列的强烈支持 可能会疏远部分左翼选民 而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 是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退伍军人 曾在众议院任职12年 受到国会民主党人的广泛欢迎 哈里斯竞选团队 预计通过视频来公布最终人选 在6号宣布竞选搭档之后 两人将会一起进行围棋5天 横跨7个摇摆州的闪电站造势活动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要关注的是 委内瑞拉的总检察长在5号表示 将会对反对派领导人 马查多还有钢萨雷斯 展开刑事调查 另一方面 美国前总统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在5号表示 委内瑞拉正由独裁者统治 但没有提及委内瑞拉的总统 马杜罗他的名字 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 他非常清楚 委内瑞拉现在正由独裁者来统治 在7月28号的选举之后 委内瑞拉选举委员会也宣布 自2013年以来 执政的总统马杜罗 以51%的得票率胜出 引来反对派舞弊的指控 反对派就表示 反对派的候选人 刚萨雷斯才是这一次总统选举的获胜者 特朗普在采访当中补充 委内瑞拉的犯罪率大幅的下降 是因为犯罪分子转移到美国 这句话同时引设拜登政府的边境政策 放任犯罪分子进入美国 英国持续了多天的极右翼反移民骚乱 仍然并未平息 过去的一个星期已经有超过400人被捕 而内政大臣酷珀就批评 有人利用持刀袭击案煽动种族仇恨 强调暴力骚乱者会受到惩罚 首相府发言人就表示了 当局还会调查是不是有外国势力 故意在网上散布假资讯或是错误的资讯 让事件急剧升级 示威在当地5号蔓延到英格兰西南部的普利茅斯 而另外一方面 英国工党政府内阁在5号召开 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制定更多的措施 并对多地持续不断的极右翼团体 抵制外来移民的示威暴力活动 这次是英国工党政府7月上台以来 首次紧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参会的伦敦警局局长罗利 在散会后面对媒体一言不发 吉松通离开的罗利 甚至打落了记者的采访花筒 让外界猜测眼下的示威暴力活动 让英国政府感到棘手 从7月29号 英格兰西北部城市邵斯波特女童被杀案发生后 有越来越多在英国各地城镇参与示威的人相信 杀死女童的17岁少年鲁达·库巴纳是极端穆斯林 同时他们也抗议英国从保护党政府 转为工党政府之后仍然让大量的外来移民 和自己分享越来越有限的社会福利 这个星期正值英国工党赢得7月份的大选之后 上台满一个月 如何来应对英国多地持续的示威暴力冲突 成为首相斯塔莫上任之后的首场大考 工党政府非常的明白面对国内的右翼势力 针对外来移民的抵制甚至是仇视言行 一味打压的话 也会让选民对于政府的支持度大大的降低 所以对于斯塔莫政府来说 最需要解决的是找到经济增长的办法 从而化解英国各种族群体之间的利益分歧 富华卫视 曹杰 李默克 轮延报道 再来关注一下孟加拉国总理哈希纳五号 在愈演愈烈的反政府示威骚乱当中辞职 结束了其长达15年的执政 据保他已经搭乘了军用直升机逃往印度 孟加拉国的军方当天发表声明 将会组建临时政府来管理国家 另外孟加拉国的总统也下令释放 涉滩的前总理卡利达奇亚 哈希纳在辞职后 乘军用直升机离开孟加拉国 飞往印度东部城市阿杰尔塔拉 孟加拉国陆军参谋长扎曼 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证实哈希纳已离开孟加拉国 并宣布将成立临时政府 哈希纳出逃后 大批示威者涌上首都达卡街头 高呼口号欢庆胜利 有人砸碎了孟加拉国开国元勋 哈希纳之父拉赫曼的雕像 更有数以千计民众闯入哈希纳的官邸 大肆劫掠电视 桌椅等财物 这场骚乱始于上月反对公务员职位配额的学生运动 随后升级为更广泛的要求哈希纳下台的抗议示威 在政府暴力镇压 宵禁等强制措施下 全国各地示威者和军警及政府支持者爆发流血冲突 至今造成约300人死亡 数千人受伤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乌局势方面 俄罗斯武装部队5号切断了遁念此刻是以西的 又一条乌军重要的补给线M30 乌格莱达尔至库拉霍卧的乌军防御 正在朝威局发展当中 而俄罗斯的军队已经基本突破了2014年以来 乌军建立的核心防御攻势权 周一 乌克兰武装部队连续在顿巴斯中线 失去了乌拉兹 哈尔 诺耶等三个定居点 此外 俄军还在攻击托列茨克式战役族 释放了左翼纽约村的一半区域 周一 托列茨克方向的塞维尔诺耶纯 俄罗斯军队释放了该地区的东部 距离战役企图目标地托列茨克只有百米 在伯格罗夫斯克方向 俄军将战线扩大到伊万诺夫卡以东和以南3.3公里处 周一的战线又扩大了350米 此外 在恰索夫雅尔南裔的谢尔盖伊夫卡附近 俄军推进众生达到了1.67公里 而专家认为 在短时间内完成顿巴斯各方向的突击 这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和资源 同样的作战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慢慢地完成 这样的损失就会最小 凤凰卫视卢语光 引力 伊万 莫斯科的报道 要关注到是在巴黎奥运为香港代表队一举夺下 两块铜牌的游泳运动员女飞鱼何时贝 在六号的早上回到香港 谈到了这一次的奥运之旅 何时贝就表示说 比赛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没有感到遗憾 而且能够为香港争光使光荣 六号一早 何时贝等香港游泳队运动员一行人 抵达香港国际机场 现场传来阵阵欢呼 何时贝在本届巴黎奥运女子100米 及200米自由泳 各取得一面铜牌 连续两届奥运为香港代表队 获得两银两铜共四枚奖牌 以成为取得最多奥运奖牌的港队代表 她指出自己很享受此次奥运 认为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只要比赛中做到最好 就没有遗憾 能为香港争光是光荣 我去这些奥运的目标不是希望为了成为最多奥运的游泳 但是我都是做了自己的本分 准力去比赛准力去有 然后拿到可以为香港尊光 看一份光荣 凤凰卫视 王金璐 香港报道 获得金牌 成功未免 第一分获得银牌 羽毛球赛场 中国队和冰交不得韩国名将安喜银 夺得银牌 田径赛场市井下冠军 中国选手冯斌 夺得女子铁饼银牌 凭了中国女子铁饼奥运会最好成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帮大家统整一下赛事的奖牌榜 巴黎奥运会第十个比赛日结束 那么中国队一举增添 二金 三赢 三同 一共八面的奖牌 战牌 奖牌榜第二 后面你看到截至目前为止 中国队是一共是斩获了 21金 18赢 14同 以53面的奖牌 暂时排列第二 至于美国队是以21金 30赢 28同升上榜首 法国队是以13金 16赢 19同位居第三 而中国香港则暂时位列第21 至于中华台北则排在第33位 也感谢您达成今天的凤凰五件专列 至于锁定我们各节新闻